5块钱俩 有肉有蛋 看看大小 有我半个手掌这么大 吃不吃 大空素 哇 这一看就甜好 我现在在东岗著名的黄海早市 东北的早市实在是太冷了 我现在赶上这两天江湖 我现在被吹死了 一进来就看见卖草莓的 好大的草莓 我今天来早市就是来炫草莓的 各种海产品 虾皮 然后杂粮果蔬 生烟 好温呀 都结冰了 太冷了 看看大棚海 生烟虾 鼓鼓凤竹 这边其实就是个那种 就是挺大的早事 然后大家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棚子 它这块比较偏向于一个四方形 就是风刚正正的 然后大家横竖都满的笔直 这边是一些干海产 还有一些海质品 小零食 鱼片之类的东西 这么冷的天 豆腐都在冒热气 走到里面这排卖吃的的 热气腾腾的收拾 这个怎么卖的 这个单块两五块 要两个 就是这种极冷的天气 看这种热乎乎的东西 特别治愈 感受一下 趁热先来个蛋饱 这边没有能做的地儿 酥 特别暖和 五块钱俩 有肉有蛋 这蛋饱真好吃 蛋饱好吃 谢谢 吃不吃 我想要个烤红薯 好暖和 这个就可以当可食用版 暖宝宝 大空宿 这边早逝 其实还是生鲜蔬果比较多 然后有一些卖主食的 就不像是我们之前去过那些早逝 有很多很多很多卖吃着的 这边可能还是海鲜什么的为主 看看草莓 这大个的怎么卖 大 15 15一斤的大草莓 这边小一点的是8块 看看大小 有我半个手掌这么大 这为什么会劈差呢 但是真的很好看 谢谢您 21块钱两刀草莓 这边的大哥要请我们进屋看一看 这个好看 这个怎么卖 25 25 25的会好看一些 然后从那个早逝出来呢 你往前走 就是黄海市场了 这边有一排好多好多吃的 然后呢 你就到了黄海大市场 哇 然后这边那个黄海大市场 那是一个室内的 算是一个 商场 现在快过年了嘛 然后大家都在卖年货 然后一些糖巧 这边还有一些店面 大概都是卖干果的 已经出动了 还有一些春节小朋友们都喜欢吃的零食糖果 这是梨干 怎么卖的 这都是12块钱 这都是12块钱 甜梨干 好多邓干像零食 那家有梨干 然后从这个侧门出来就是一个海鲜干货区域批发虫 然后这边是一个 然后这边是一个 哇 室内的真好呀 这边比较像是一个 室内农贸市场 大蒸饺 这个粉耗子 大包子 这是市场入口 八口第一家 看着好香呀 真比 多少钱一个 我要一个 传统老式点心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瓜果蔬菜 然后还有各种小猪猪都在售卖 再往前就到了水产区 这个鲜子好大 就没想比这边的大了一圈 大海螺 这是黄鲜子吗 这怎么这么大呀 然后从这个门出来 我们又回到了这一条街 想去吃那个猪皮焖子 来一个小份的就行 啥块是吧 对 那是麻将吗 对 麻将可以稍微多来一点点 谢谢 还有一勺秘质卤汁 哇 这个焖子好好吃 特别脆 它是那种焦脆的壳 麻将 蒜汁 辣椒油 甜甜糯糯的 这个焖子比我之前吃过的所有焖子都好吃 真是真话 热乎的土豆粉 能排在这儿醋 真的手都给我冻红了 没蒙你们 我这种五顿烤红薯 它凉了 但是你还能看到它静影的 就感觉露出来的糖 真的是糖系红薯 哇 这一看就甜好吗 甜的发黏那种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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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那个麻酱很怪 白不磁裂的 感觉不是纯麻酱 不知道怎么调的 有点辛辣味 蒜汁味 然后这是市场里的那个卷饼 就是那种金饼似的 卷饼里头是土豆丝 就土豆丝卷金饼 土豆丝特别金黄 感觉可能是拿那个 就豆油炒过 我们的草莓 一会儿回去洗洗再吃 这个是25亿斤的 就是又红又大 相对比较规整 这个是15亿斤的 它比较大 但是长得有点不那么规整 然后这是8块的 这是比较常见的草莓的大小 没得挑 哦真的 水分好足 但我发现其实长得大的好多都是有这点皮叉的 嗯 每一颗都很水润 然后这是15亿斤的 皮的有点厉害 但是也很水润 可能是每间培育手法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8块的 也是很水润 大小适中 酸甜 这个可能当口粮草莓比较合适 毕竟25亿斤这个 但口粮有点贵 哦真好吃